每当抬头望向反星点点的夜空 总是禁不住想问 我们怎么会是茫茫宇宙中的唯一智慧生命呢 毕竟宇宙实在是太大了 人类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直径 大约有930亿光年 其中至少有一千亿个星系 每个星系又拥有大约一千亿到一万亿颗恒星 而行星则更是普遍 这样计算下来 我们的宇宙中可能有上万亿颗适宜居住的行星 这意味着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机会非常大 但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它们呢 我们的银河系和附近的星系被称为本星系群 所有在这之外的星系我们永远都不会接触到 这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 即使我们有非常快的飞船 也需要花费数十亿年才能穿过宇宙中最空旷的地方 到达本星系群之外的星系 银河系是我们的家园 它包含了多达四千亿的恒星 其中大约有两百亿颗跟太阳类似 假如这些恒星中的五分之一有出在一居带的内地行星 这些行星中只有0.1%拥有生命 那么整个银河系中至少有100万颗行星上会有生命存在 而银河系大约有130亿年的历史 最开始银河系并不适合生命存在 但在之后的10到21年内 第一颗一居行星就会诞生了 地球只有46亿年的历史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 生命已经在其他的行星上诞生 如果其中只有一种生命 发展出了可以太空航行的文明 即使它们的速度很慢 也可以在200万年之内殖民整个银河系 这个时间听起来很久 但对于宇宙尺度来说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这些外星人到底去了哪里呢 目前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 但是却有许多有趣的猜想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大过滤器的假说 这里的过滤器是指生命发展过程中 很难克服的障碍 提出这个假说的人认为有两种解释 第一存在大过滤器 而且我们已经成功地克服了 从自我复制的DNA到单细胞生物 再到复杂的生命与独特的器官 然后到一系列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栖息在整个星球的物种 最后到可以使用工具 思考和沟通的智慧生命出现 这个漫长的过程要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也许过去的宇宙对于生命充满了敌意 伽玛射线 紫外线辐射 小行星碰撞等等 都会将脆弱的生命扼杀在摇篮之中 只是最近情况才变好 复杂的生命才有可能存在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或者是宇宙中第一批的文明 第二 存在大过滤器 而且它就在我们前方 也许像我们这样水平的文明 在宇宙中到处都有 不过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这样的文明就被毁灭了 大过滤器就在未来的某一天等着我们 比如在未来 我们发明了非常厉害的科技 但是这种科技的应用 也导致了整个行星的毁灭 原本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技术 却成为了摧毁文明的潘多拉魔盒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更接近人类文明的末日 而不是开端 又或者 这个大过滤器 就是掌握在一个古老的第三类文明手中 它们监视着整个宇宙 一旦某个文明变得足够先进 它就被立刻铲除掉了 第二种解释相对乐观一点 外星人存在 但我们无法与它们正确沟通 假如你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一只鸟 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都不能向我们解释清楚你的生活 毕竟对于你来说 一棵树便是像你自己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了 所以在你的眼中 人类砍伐整片森林是愚蠢疯的行为 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讨厌鸟类才毁掉整片森林 我们只是想要森林里的资源 并不关心鸟类的生存 同样 一个需要资源的第三类文明 可能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待我们 它们可能会直接蒸发掉海洋 来方便它们收集能源 如果它们的技术足够先进 甚至没必要亲自来到地球 只需要发射能够自我复制的空间探测器 它有着在一瞬间攻击并且摧毁任何东西的力量 只需要给它们下达四个指令 一 找到有生命的星球 二 拆解这个星球上的一切 将其变成自己的组成部分 三 使用这些资源来建造新的太空探测器 四 重复以上步骤 只需要几百万年 一个像这样的毁灭机器 足以使整个星系变成荒芜之地 不过 万星人为什么要不远万里飞行很多年 来获得资源或者灭绝一个种族呢 毕竟以宇宙的尺度来看 光的速度并不是非常快 即使能以光的速度行驶 它仍然需要十万年来穿越一次银河系 别的什么事情应该要比摧毁文明和殖民星球要有趣太多了 Robert Bradbury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想法 叫做套娃大脑 这是一个环绕在恒星周围的巨型计算机 有着极高的计算能力 看起来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环绕 某个文明可以上传它们的全部意识 并在模拟的宇宙中生活 在这个模拟的人生中 一个人可以体验到永恒的 纯粹的快乐 永远不会无聊或者悲伤 度过完美的一生 如果建立在红矮星周围 恒星可以使这台计算机运行大约十几万亿年 如果能够这样生活 谁还会想要去征服整个星系 或与其他生命进行接触呢 最后一个想法 也许我们就是孤独的 目前说来 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其他智慧生命 外面什么也没有 宇宙看起来如死记一般 没有人给我们发送信息 也没有人回答我们的呼唤 我们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孤单一人 被困在一个湿漉漉的泥球上 周围是永恒的宇宙 如果人类文明这颗火种消失 也许整个宇宙中就再也没有生命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大胆地飞向宇宙 并成为第一个三类文明 让生命之火在宇宙中蔓延 直到这个宇宙的最后一刻 之后 生命连同整个宇宙被彻底遗忘 所以 想要真正地回答费米悖论 我们需要知道技术的极限在哪里 我们可能已经快要接近了 也可能我们还差得很远 超级技术正等待着我们 它将给我们永生 让我们提升到上帝的水平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对于未来 我们一无所知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 90%以上的时间里 人类的角色都只是猎人和采集者 500年前 我们还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200年前 我们才停止使用人力 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 70年前 我们还彼此间大打出手 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 我们连刚出生的婴儿都算不上 我们走过了漫漫长路 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宇宙如此美丽 如果没有人和我们一起来品味的话 也太可惜了